玩具TV 第三十季 第六集 其实我们玩具TV是极度主张大家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玩一些无授权的玩具 所以我们今集第一次也希望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玩这个无授权的玩具的后果 我们找到两位虎主 他们分别买了一个叫冰冻先生的无授权玩具 认住就是这两件 我们也很成功地请到两位虎主上来接受访问 或者我想问一问黑色衣服这位朋友 我们的化名叫X先生 其实你买完这件冰冻先生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感想 听到我说话 很清晰 我们的声音是经过特别的处理 我当不看官图 只是看一只颗银色很漂亮 特别处理 很难噴到这颗色的 而蓝色不漂亮 绿色不漂亮 所以透明转为绿色 我很喜欢 加上可动是很好 否则可以直接给大家看 這個冰凍先生的樣子我真是搞不定 所以另外我也想順便訪問為 側近這個灰色衫的虎主 方說怎會選擇這個非壽全物購買 紫外光射下去有特別的東西 整個外光 但是看法都比我買了去看秘詩 都算是很幸運的 所以我們玩具T&E再一次呼籲所有玩具玩家 千萬千萬千萬不要再買任何非壽權玩具 否則這千元便會凍過水 和也會比美斯的波菲好少少 多謝兩位 是 我們今集玩了這麼多 稍後見